我是趙康 歡迎來到 TVBS 趙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沈富翔委員 李俊英委員 尹乃金小姐 費鴻泰委員 林玉芳委員 張思剛議員 好 美國眾議院 他通過案子譴責 中國偵查氣球侵犯主權 堂堂美利堅共和國 除了二戰時候日本的飛機 跑到珍珠港亂炸一通 然後被美國報復參戰以外 什麼時候趕到美國 侵犯美國的領空 突然來個氣球 這就是誰的 中國的 所以參議院 眾議院昨天 眾議院 眾議院昨天就表決 要譴責 太可惡了 這簡直是 自我們美國主權於不顧 把我們美國尊嚴放哪裡 共和黨215票贊成 民主黨204票贊成 加起來419票贊成 他一共435個議員 可能委員沒到或等等 反對的零 一個都沒有 通通贊成 要譴責 美國認為這個字叫做間諜氣球 而且能夠監控通訊訊號 所以他因此他認為他要報復 美國現在說要報復 怎麼報復 不知道 CN是說美國政府有情報 習近平是不知道要放氣球的 我想習近平應該是不是 他們放個氣球 大陸的問題是他太大了 當太大以後 各個部門就可能各自為政 就有這種可能 所以就像上次對不對 美國聯繫歐洲要圍堵大陸 大陸就想突破封鎖 就跟歐洲簽了一個共同投資協定 老共對這個暴雨很高的期望 因為這個就可以突破包圍 結果他們就要制裁 幾個歐洲議會議員 這一制裁就完了 所以你就被這幾個人這樣 一制裁就完了 真的是這樣 不過話也不用說了 美國也是一樣 共和黨的大法官做一個解釋 墮胎不可以墮 對不對 就類似這樣 結果民主黨這次選舉 就拿這個做訴求 所以共和黨本來預期大贏的 就只小贏 很多時候就是一個部門 或是某幾個人跟你不配合 跟你自己去搞 就搞死你 習近平不知道 說不知道 而且說解放軍也不知道 解放軍的高層也不知道 釋放這個氣球 事實上這個氣球也不是 氣球要從大陸漂到那邊去 哪是說去就去 也是在裡面不知道遊蕩了多久 好 那麼美國說 廠商是跟解放軍有關 但是現在關鍵零組件在海底 美國的FBI 聯邦調查局的官員說 我們現在掌握的證據極其有限 就在大海 你看大海撈針 要撈出那些東西到底有什麼 我們仍然沒有辦法接觸到 地球大部分的載的東西 大部分的機載電子設備 可能都還在水下 所以到現在其實也還沒搞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當然現在到底是誰做的這個氣球 這也沒公布 到底是屬於誰的 屬於解放軍的 屬於氣象局的 屬於民間某一個氣象公司的 還是民間某個舊舊公司的 到現在也不知道 都不知道 吵了吵去 吵了吵去 到現在不知道這是誰 中方也不講 美國也不知道 而且美國現在就講說 中國一個叫做氣球隊 飄過五大洲 亞洲有了對不對 最近亞洲都出來說 我們總統府上也有 日本說他也有 美洲不用講了 美國 美洲 拉丁美洲 非洲 歐洲 大洋洲都有了嗎 他說都有 大陸外交部說 這是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 哪那麼厲害 我們哪有那麼厲害 哪什麼五大洲 對不對 你是對我們的輿論戰 認知作戰 好 正名點PO一個 說你看這邊是司法大樓 這是總統府 在去年 在前年 2021年的9月27號上午 8點29分 還有時間 拍了一個照片 但是你看這邊有個點 在中間 很小一個點 網友有回應 說當天用長鏡頭拍到的照片 這是一個氣球 圓圓的 看到沒有 在這邊一點 所以網友就嚇壞了 我們總統府上面也有 另外日本也發言人說 九州西方公海去年1月 也飄不明氣球 還像大家講好的同時發布 我們也看到 都看到就以前看UFO一樣 雖然如此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說 我還是希望到大陸去 中國大陸說歡迎 歡迎 另外美國倒是什麼 老共倒是怎麼打台灣 美國現在又新的國防部 助理部長在國會作證 他說他認為2030年以前不會 反正美國要預算的時候 要通過國防預算就是要打了 馬上打了 不得了了 老共也在搶了 現在預算已經通過了 去年預算通過了 國會是把這些官員 國防部 國務院找來的時候 他們就說沒有那麼快 不要急 沒有那麼快 否則議員會問你 都要打了 你們還這樣子嗎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看一下 美國國會展現少見的絕對團結 而在參院撥款委員會的中國間諜氣球聽證會 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 到最近才確定 這些氣球是中國大規模 全球間諜計畫的一部分 上個月28號 中國間諜氣球首次在阿拉斯加縣中 儘管美國軍方表示 基於安全考量和方便殘骸蒐集分析 等到氣球到大西洋才擊落 但讓中國間諜氣球穿越美國領空 兩黨議員炮聲隆隆 除了公開聽證會 拜登政府官員也對全體參議員 進行中國間諜氣球的閉門簡報 中國間諜氣球事件 讓美國國會議員認為 對抗北京威脅 美國迫切的需要有更全面的策略 老闆怎麼開這個氣球 我覺得在時間的洪流 歷史主流裡頭 氣球事件是不值一談的 小事中的小事 為什麼把它擴大成這樣 因為這個標的物不是核彈 也不是飛彈 也不是火箭 什麼都不是 它飄得慢 飄得高 不容易看到 看到以後不處理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本來就沒事的 所以現在是老共顯然理虧 我覺得你綜合到今天為止 所有的情報 所有的消息 通通 together 我認為老共是理虧的 你理虧硬要凹成有道理 然後老美是有一點點道理 硬要把它擴大成大道理 你這不覺得很可笑嗎 你這兩個大男人 由這件事情就可以凸顯 你的幼稚 你的無知 你的滿橫跟你的耍賴 我覺得很悲哀 全世界這麼多人 竟然他們的命運 他們將來的安危 是操控了這兩個 這麼耍賴的大男人的手裡 我跟你講其他的國家 應該想辦法自救 你看 因為他們 如果講道理的話 我們還可以說 按照規矩 按照邏輯來行事 他們是這樣的傢伙 你知道嗎 這沒台沒錢 要說得翻譯 我告訴你 因為越南他為什麼要去 大陸 中國大陸表示歡迎 因為越南要中國 要繼續不要再賣 我的最小的美額 你知道嗎 你把我的國庫券賣成這樣 而且我還要硬 我還要硬 還希望你多多買一下 要不然我就看了 所以兩邊的各有所需 各取所需 互有所賴 這是不可諱言的 然後你現在找一個氣球 大做文章 可恥 無知 跟無賴 好吧 看看總統府上怎麼回事 大陸間的氣球爭議未歇 現在又傳出 總統府上方也曾經有不明 氣球飄過 就是這張照片放大再放大 才能稍微看見有一個小白點 中央氣象局長證明點說 這是2021年9月27號 早上8點29分拍下 左下角國旗屋頂就是司法院 右下角則是總統府 單屏照片難判斷高度 但肉眼可見 就一定在領空 當天也有民眾用長鏡頭 拍下更清楚的照片 和飄向美方的氣球外觀 很神似 出席資料的禁用都要進行 身分 設備 行為模式的三重驗證 來防止資料的竊取和外線 出席自通安全研究院揭牌 強調能為台灣建立資安防護體系 但不只數位部分 本島上空也需加強防護了嗎 總統府上空是不是曾經出現不明氣球 喊話沒回 快步上車 學者分析我方在外媒警告名單中 間諜氣球我方不得不提防 只不過這氣球到底是不是來自對岸 目前仍沒正確答案 國防部也只說能有效掌握 但沒證實這氣球哪裡來 來 郁芳兄 現在真正的關鍵是那個Payload 就是那時候仇宅的那個東西 這個才是真正 他如果要竊聽什麼東西 這裡面都在這裡頭 這個東西大概比較重 所以就掉大海裡面 也沒有漂起來 所以現在找到都是一些 比較周邊的東西 一些什麼線圈 還有一些什麼電子的那種零件 大概都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那個如果被找到的話 當然可能關係會進一步的惡化 可是看起來 拜登政府是在做損害的管控 就是不要讓它影響到 美歐跟大陸的關係 所以拜登才會出來講 他說我們 他接受PPS訪問的時候 他講大陸也知道我們怎麼處理 他說所以一定有跟大陸造會 所以這個氣球把他幹掉 所以拜登說 這件事情不會影響到 雙方的關係 而且布林肯只是 援後去大陸訪問 他並沒有用取消 剛才有講到耶倫 財政部長要到大陸去訪問 所以這裡面其實 最好玩的是拜登政府 試著替習近平開脫 所以CNN才會透過CNN記者 放了一個話說 我們相信共產黨的高層 軍方的高層 包括習近平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他前面講到動機 中國大陸為什麼飄一個氣球 這個時候飄到美國來 就講到motivation 就是這動機的問題 接著他就說 中共的高層 黨的高層跟軍的高層 包括習近平 他們是不知道的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概念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知道 習近平可能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軍委副主席不知道 你怎麼曉得底下的氣球 他一定有個部門在掌管 那個副主席怎麼可能不知道 我們放了一大堆氣球之後 我怎麼知道這樣 跑到美國上面 所以可以看得出 所以可以看得出 這件事情是雷聲大 雨點小了 拜登政府就是要做損害的管控 重要的還是武克蘭 他覺得說雙方如果撕破了臉 那真的烏克蘭就很影響 所以在PBS這個訪問的時候 拜登特別講 大陸也沒有去援助烏克蘭 因為他們知道 你看看 援助俄羅斯 俄羅斯 你看看 美國就600個廠商 離開了俄羅斯 所以他曉得 他現在有經濟的困難 所以他不會等等等等 所以我的感覺 除非那個仇宅 那個最核心的裝置被找到 而且上面真的是 很嚴重的威脅到美國的 安全的東西被掌握 否則這個事慢慢就平淡下來了 不過當然也有可能 美國掌握多少你不知道了 慢慢放 看你大陸的表現 反正這種東西流中不發也不急 我比較關心總統府上面 那顆氣球 我們國防部到底怎樣 國防部沒有表示 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我所了解我們上網去看 如果說你在我們高空30公里以上 那個如果說是間諜衛星 其實還不如用低軌衛星 效果是差不多 除非我們常常看一些影片的恐怖組織 在北歐的沙漠裡面 他知道衛星什麼時候來 在他來之前趕快先隱藏躲起來 不要讓被他召召 除非他想要召召 因為他氣球速度比較慢 我昨天有問過我們氣象局 但當然美國的 我要先講結論 美國眾議院419對0 他們當然情報就是 你是間諜衛星 我們氣象局也是經常有放 但是比較小 可能過兩天就掉到海裡 他要看上面的風速 所以這個衛星不是 這個技術不是我們自己放就是 應該不是 因為我們自己放的話 我們氣象局也會知道 氣象局 我們好 而且我們氣象局 他是經常 每個國家都是經常在放這個東西 如果說是間諜衛星 老共做當然不對 但是如果說是氣象衛星 我也覺得很奇怪 美國如果說是間諜衛星 你知道掉到海裡去 那個已經掉到海裡去 你要在吸大氣象 要打到也很難 他為什麼不再在美國上空 在人煙溪澡的時候 要把它擊落 那我就知道 你到底是間諜衛星 還是氣象衛星 但是我看到美國的 這個眾院的投票 我相信他是間諜 我比較形象 他否則你飄來幹嘛 跟中間還是很詭異 1月28號 說出現了在阿拉斯加上空 對不對 那就可以打下來 那實際上是可以打下來 而且沒有多少人 對不對 然後就飄到莫特納 然後又飄到加拿大 再進來愛達豪 我的意思說 這中間美國跟中國 是有通電話的 搞不好拜登真的打電話 寫那是什麼東西 習近平說我也不知道 我們查查什麼 我不處理不行 不處理 你們共和黨現在罵我 我8月號到國會當 講國旗之文 那怎麼辦 你把他打下來好了 我打不到 你在5萬公尺 我怎麼打 我222只能飛到2萬公尺 5萬我打不到 好了 我把它降低一點好了 降低 降到1萬8給你打好了 我看整個過程 他後來他怎麼打得到 因為那個氣球下來了 他為什麼不弄高一點跑掉 為什麼下來跟你打 你因為中間沒有什麼溝通嗎 我打給他 打到哪裡 每天才有 你把雙子都無 const動 你打到 我打到 你打到 你打到